高粱好 宜對保 暗夜約好 在戒指所停車場亂晃 我們就沒經過這裡 你知道誰的 這包包是誰的 你就沒經過這邊 人車都在這邊 狡辯藉口一大堆 水溝裡的包包 誰的還在互推 這邊就是你 你跟 不見人家人會誰的 他在這邊 他在這邊你誰 任何是我們的 這包包誰的 你怎麼不知道是昨天留下來 還是前列留下來 昨天留下 下午跟下過雨而已 我們看監視器就知道了 沒關係 你要腳便沒有關係 扯東扯西 最後坦承有西 包包一開是毒品 但兩人待在這裡 是新店戒指所停車場 似乎不只自用還交易 事發就在戒指所的停車場 其實正對面 就是戒指所的大門 但當時這兩名男子 就是把車停在這邊 在這邊閒晃一晃 就是一個小時 還預先把藏有毒品的包包 藏在後防水溝 戒指所裡在戒毒 外面疑似再犯毒 23號晚上8點40分 兩人把車 停在新店戒指所停車場 一小時後 被管理員發現通報警方 他們人還在 神情還很奇怪 烏心男子主動交出毒品 盧姓男子則說包包是自己的 坦承吸毒開車上路 工程當天從內湖到新店 找完朋友 心情不足才到這裡 但一查原來他們過去 就曾吸毒被抓 這回到新店戒指所 還是曾經被樂界最熟悉的老地方 對此矫正署回應 案件已經交由警方查辦 是否涉及交易毒品 警方持續追查溯源 但肯定的是 兩人吸毒被關了出來 想回味還選在娘家對位 東東新聞張仲華陽 健安在新北市報導